没有正确答案 你有什么想法 你想要统一也可以啊 OK啊 但是我现在给你的选项是和平统一哦 不是武力统一哦 应该没有人想要家破人亡吧 有人想要家破人亡的打三好不好 有人想要像乌克兰跟俄罗斯这样子 用武力统一的打三 讲简单就是家破人亡 恶情暴泄漏 让中国秋天对台动武 朱凤莲有出来说 中国多次指出 当前两岸的关心紧张 根源在于 民进党不断的进行谋独的挑衅 阻挠中国统一和复兴 我认同的是 民进党确实在做挑衅 不惜把台湾紧张 或台湾那种战事的感觉 拉高只为了选票 这是他们做的垃圾事情 这个我同意 朱凤莲后来会讲说 阻挠中国统一跟复兴 老大想跟你们互动一下 朱凤莲今天是这样讲的嘛 中国有耐心 愿意以最大的诚意 尽最大的努力进行和平统一 你想要台湾大陆一边一国 保持现状和平相处的 你打一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像朱凤莲讲的 中国有耐心 愿意最大的诚意 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 和平哦 你愿意的你打二好不好 一跟二来我们选一下 这两个都没有战争 没有正确答案 你有什么想法 你想要统一也可以啊 OK啊 但是我现在给你的选项是 和平统一哦 不是武力统一哦 应该没有人想要家破人网吧 有人想要家破人网的打三好不好 有人想要像乌克兰跟俄罗斯 这样子用武力统一的打三 讲简单就是家破人网 我相信没有人想要打起来 大陆也不想打啦 大陆打他们不会死人吗 还是说哨把打不死大陆人 哈哈哈哈 大陆想说 他们那么有一个行政院长 说用哨把打火 应该不会死人吧 其实还蛮多打二的 我相信打二的人 应该是说 真的很难看到国民党可以振作起来 如果给民进党 再执政下去 宁愿统一啦 乱成这样宁愿统一啦 打二的人 你是刚才老大讲 你打六好不好 就像老大之前讲的 如果今天是韩国瑜当总统 两岸和平相处 你会想要统一吗 哈哈哈哈 说真的 我听我的长辈在讲 就是统一是早晚的事情 你有听过你的家的长辈 讲这种话的 或是你本身就是那个长辈 你有听过你打九好不好 不管台湾的未来或怎样 我相信都不要有打仗这个选项 因为打撞不是对我 对大陆也是伤害啊 对谁最爽 对啊 打起来真的是美国最爽啊 我希望我们到时候 可以变成是 鱼翁得利的那个翁啊 不是那个鱼跟棒 你认同了打八好不好 当然前提就是 不要有战争 不要有侵略 能好好讲就好好讲 以和为贵 四海皆兄弟 是不是啊 不要四海都是民进党的垃圾 就好了 啊